北京大学的校长拜访台大 但是台大的大家长也就是李四成校长 却无法出面接待 因为他昨天下午突然中风 紧急送医 开刀清除脑部的血块 而台大医院现在评估 李四成的脑神经功能并没有受到损坏 预计这一两天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58岁的台大校长李四成 昨天下午在主持大学连招会议时 突然头晕身体不适 脸色发白 校方紧急将他送到台大医院急诊 经过诊断后是轻微的脑中风 立即开刀取出脑中的血块 急诊处的同仁立即判断 认为这是一个轻微的脑中风 有纤维的出血 所以就决定在尽快的时间之内进行手术 校方指出李四成本身并没有高血压等疾病 上次的健检情况也良好 可能是最近公务太过的忙碌 才会导致中风 而像那这样需要紧急开刀的 多半是出血性的脑中风 如果不快开刀取出血块 血块可能会压迫到大脑组织或脑干而坏死 引发后遗症甚至有生命的危险 而出血性脑中风最容易发生在季节交替的时候 大约占所有中风的两到三成 如果你的家族史是有高血压的病史的这一方面 或是你本身有糖尿病的患者 那甚至就说你平常是所谓有三高 胆固醇或是血脂肪或是糖尿病高的 或是比较肥胖的病人 这方面都算是所谓的高危险区 而台大校长李四成目前还在加湖病房观察 病情逐渐的稳定 各项生理功能也都正常 预估一到两天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记者黄湛邱福财 台北报道